二一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 现成同步之读写所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就已经学习了两种这个现成同步的方法 分别是这个呼持量 以及这个自选所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前面的这两种方法 那么前面呢 不管是这个自选所 还是这个呼持所呢 他们保证这个临界资源 不会被并发的访问的一个原则 就是当某一个县城 访问了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这个自选所 又或者是这个呼持所呢 就阻止另外的县城去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以保证这个临界资源的创行访问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自选所和这个呼持量 保护这个临界资源的方法 他们呢 是通过枷锁以及解锁 来保护这个临界资源的 那么在这一节课 我们所学习的读写所呢 它的功能也和这个自选所 以及这个呼持所 类似 但是呢 这个读写所在一定方面上 进行了一些改进 它的改进呢 是基于以下的几个考量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呢 就是对这个临界资源的考量 那么在复杂的开发环境当中呢 这个临界资源 很可能出现这个多读 扫写的这个特性 什么是多读扫写 我们在这里面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有一个数据库 那么这个数据库呢 存储的主要是一些历史订单的信息 那么对于这些历史订单呢 我们一般呢 都是对它进行查询 而很少的去更改这些历史的订单 那么这个存储历史订单信息的数据库呢 就属于这个多读扫写的临界资源 那么对于这个多读扫写的临界资源呢 我们在读取的时候 并不会去改变这个临界资源的值 那么对于这个多读扫写的临界资源 如果说我们每一次去读 或者去写的时候都给它枷锁 那么这样子呢 效率是很低的 因此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 我们就思考是否存在着一种效率更高的同步方法 那么这个效率更高的同步方法呢 就是我们这期课需要学习的这个读写锁 那么什么是读写锁呢 读写锁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自选锁 也就是说读写锁呢 它也是一种自选锁 那么这个读写锁它允许多个读者同时访问资源 以提高这个读的性能 但是呢 这个读写锁对于这个写操作是互斥的 也就是说读写锁它允许多个读者同时读取这个临界资源 但是呢 它不允许多个写操作同时访问这个资源 那么这个就是读写锁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也可以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读写锁的一个模型 那么对于读写锁呢 它允许多个读者同时去读取这个临界资源 因此呢 线程一 线程二 线程三 这三个读线程呢 是可以同时访问这个临界资源的 但是呢 在读取的同时 它不会允许这个写操作去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因为读取的时候并不会改变这里面的值 但是呢 写呢 很有可能会改变这里面的值 因此这里面读和写是互斥的 但是读和读之间呢 是不互斥的 那么这个就是读写锁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读写锁的例子 那么读写锁呢 是使用这个RWLock来定义的 那么它枷锁有两种方法 分别加这个读锁 以及这个写锁 那么读锁呢 是通过这个RDLock ReadLock来加的 那么通过这个RDLock来加的呢 就是这个读锁 读锁它允许另外的读者去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个写锁 写锁通过这个WRLock WriteLock来加的 那么这一个呢 加的就是写锁 写操作和这个读操作是互斥的 写操作和写操作也是互斥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于读写锁的例子 以及这个读写锁 给一些多读 少写的临界资源的系统 所带来的性能的提升 来到Linux虚拟机 那么在这里 老师创建了一个叫RWLockDemo.cpp的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们将会用来演示 这个读写锁的操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具体内容 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 定义了两个函数 分别是Reader和这个Writer 那么Reader呢 是进行这个读操作的 而这个Writer呢 进行的是这个写操作 每次会将这个Number加1 而这个Reader呢 我们只是把这个 Number给打印出来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打印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in函数 那么Main函数呢 这里面和前面的不一样 这里面创建了三个线程 线程一 线程二 以及线程三 那么在这里面 线程一和线程二 运行的都是这个读操作 线程三呢 运行的是这个写操作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模拟这个多读 少选这个情况 那么在这里 还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在这个Reader里面呢 每一次读取之后呢 都会Sleep一秒 你表示说我读取之后 还需要对这个Number进行一定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定义这个读写锁 那么读写锁呢 通过这个P3 RW Lock T 定义的 好的 那么定义了这个读写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每一次读取 或者是每一次写的时候 给它加读写锁 好的 定义了这个读写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每一次读取 或者是写的时候给它加这个读写锁了 我们在每一次读取的时候呢 给它加这个读锁 那么加读锁的话 是通过这个RD Lock来加的 接着读取完成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锁给释放掉 释放锁一样的是这个Unlock 那么同样的 在这个写操作里面呢 我们也需要对这个读写锁 来进行一定的操作 每一次进行这个加页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提前的 给它加一个写锁 写锁是通过这个WR Lock的 然后呢 给它释放掉 那么上面也要注意的是 我们加锁和解锁 需要在这个WR循环里面 需要在这个WR循环里面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读写锁的这个定义 以及使用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读取支援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加的是读锁 RD Lock 而在对这个支援进行写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加的是写锁 WR Lock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保存退出 我们尝试变译来看一下我们的书写 是否有错误 好的 是没有错误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读写锁的定义和使用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读写锁 它对于一些多读少写的这个环境下面呢 是有明显的性能提升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验证一下这个读写锁 它是否有真正的这个性能的提升 那么回到这个文件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改造 那么在这里面每一次读取的时候呢 都slip一秒 这个时间太长了 我们把它slip十微秒 那么通过slip十微秒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 看到这整一个程序执行完成 那么因为这个每一个读取线程呢 在这里面都会循环很多次 并且在这个write里面呢 也会循环很多次 因此我们在这里面slip十微秒 而不是一秒 好的 保存退出 编译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time命令 来查看这个读写锁 对于整一个系统 它执行的时间 好的 这里面打印太多了 我们再把这个打印给去掉 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个时间 好的 我们再执行来看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循环的次数也有点长 我们再把这个改一下 少一个数量级的循环 下面也是少一个数量级的循环 我们再执行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读写锁 它运行完这么多次循环呢 它所需要的实际的时间呢 是3.5秒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记录下来 接着我们把这个读写锁 改成这个护去量 我们再对比的来看一下 这个护去量运行整一个这么多循环 它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我们先把这个护去量给定义了 同时呢 我们对这个读锁的加锁解锁呢 我们都改掉 改成这个护去量的加锁 同样的 下面解锁 unlock 那么下面的写操作呢 也是类似的 还有这个加锁的操作 也是一样的 我们卡贝下来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护去量 把这个读写锁给替换掉了 接下来我们编译 仔细看一下 同样的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样执行的时间 那么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这个护去量的话 它所执行的时间需要15秒 而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这个读写锁的话 它的时间仅需要3.5秒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护去量 它的时间呢 是使用这个读写锁的5倍 那么这个实验呢 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也可以在自己的电脑里面去进行相关的测试 那么通过这两个数据 我们就说明了 这个读写锁 它对于一些多读 稍息的场景 它的性能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读写锁 相对这个护去量呢 它有明显的这个性能的提升 回到PPT 那么在刚才呢 我们就演示了在新语言里面的 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读写锁的 并且我们还做了一个小实验 我们测试 对于多读 少写的这么一个系统 我们使用这个读写锁 和这个护去量 它们所带来的性能的差异 那么在刚才的试验里面呢 我们的读写锁的性能 大概是这个护去量的5倍 当然了这个5倍不是绝对值的 同学们也可以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去测试这里面的一个比例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的就是 这个读写锁呢 它对于一些多读 少写的操作 它所带来的性能的提升 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只能来回顾一下这个读写锁 那么它是一种测试的自选锁 它允许多个读者同时访问资源 以提高这个读的性能 因此呢 这个读写锁适合一些多读 少写的场景 那么这个读写锁呢 它对于写操作是不次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 需要学习的内容 读写锁 感谢您的读写锁 感谢您的读写锁